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杀国战 今天咱们先看几局反杀局 先看第一局 主视角玩家的ID叫周瑜他妹 四五区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我想知道周瑜他妹是谁 然后咱们看一下选将 选将的话 这个也没什么疑问 我估计还是99.9%的人会选死马鸡 最终也是选择了司马鸡 像什么真鸡 黄月鹰 香香 袁绍 这些武将都是能创造奇迹的武将 好 你看出来一个创造奇迹的武将 他准备要创造一波奇迹 好 直接支笔支笔开下架 我经常讲一句话 就是这个顺丰局 是需要那些求吻的武将 比如说什么华佗啊 什么刘备啊 什么独裁啊 这种 但是逆风局是必须要报将的 你翻盘 你如果想翻盘 你逆风局华佗什么的事 不可能翻盘的 这边他看完了以后反正就移动稿 不是数 他要拿脸弩了 准备把夏家干死了 夏家表示杀三刀都不死 好 咱们看看能不能死 三刀你能不能死 对不对得起你的这个ID啊 这枚佳佗是因为放EOE出来了 好 再来一刀 再来一刀 好 有闪 防九杀 强势防九杀 果然三刀不死啊 厉害 香香吕蒙 那这没办法了 贝勒了 只能出来蹲坑了 别无选择 然后过一张牌蹲坑 反正就看命了 死就死 不死就算 这边刘备冰一下 刘备不知道有没有杀 有杀 其实他可以自己杀一刀的 很可能没杀 因为他收了以后再给月鹰 好 这边贾许出来射一发 他想收了香香 但你收了香香 好像也没有什么继续射的资本 月鹰一大堆牌 想射死很难啊 而且搞不好再有个凤厨啥的 那随便吧 看他能不能 射出个子丑银帽来 继续射 这边香香也是没什么防御 但咱们肯定要出来了 对不对 这没必要再藏着了 你反正都射了嘛 我就亮个真机 先不掉血再说 他肯定是射不死谁的 这边射完了就过了 好 继续 继续放A 这个A 基本上可以证明 他肯定不是无了 是不是别的就不好说了 九 九杀 假许 中 那这鼠国那就没问题了 那你随便放 也随便中 这边原上还有桃 这边是个猎刃 直接猎刃一发 那边有个大K 拿个闪链拼一下 也是拼了个 你死我活 那这边肯定要亮将了啊 没什么理由不亮将 三个鼠 还是有点麻烦的 看看这不能爆起来 没杀 有杀把夏家补刀 补死了 这边他没拆连弩 他拆手牌 表示反正我有司马 不怕连弩 你爱杀谁杀谁 另外的话 他可能是觉得刘备 给了紧囊了吧 夏家出来个诸葛张飞 这没办法 主要是 你刚才落神也没有杀 也杀不死 好 这边这个 家家打无限 那你那你也死了吧 这诸葛张飞出来了 那你肯定死定了 直接先把你弄死 保证他们蜀国的对裂顺序 对不对 现在是蜀国装逼时刻 好 然后167被生生砍死 这里还是需要一个人 叫周泰 但是并没有 继续拆 拆桃子 这反正救不救 其实也都没啥意 我感觉不如不救了 因为你救他 还是被杀死 家许 然后反而没技能 你留着救自己 对吧 你自己是有反馈的 这个桃子可以转化成一点技能 这边反馈了一个破刀 没什么卵用 月婴甘夫人 给他老公怒补两花牌 但是他没有锦囊 只能怒补两花牌 人看看还有没有机会了 刘备开始发牌 把连弩给过来 可能要把连弩给祝容了 把连弩给祝容 让祝容搞一波 看看能不能杀死 能不能保存最后的希望 好 桃子留下了 两兵器吧 大Q给他 好 拿到一张闪 他并没有用 因为有黄中 再裂弓 这边必须把连弩拿掉 你如果不把连弩 这边你不把连弩拿掉 就完蛋了 这连弩是必须拿掉的 但是 你拿掉连弩 你就来了希望 楚国已经装逼装瓦 现在真机司马 就相当于是零首牌 因为这个红牌 是不能改这个判定的 能不能原地起报 这就是烈士局需要报将 是不是 就有机会 如果假如你是华佗 那你就可以直接投了 你不可能翻 华佗是不可能翻的 但是真机 同样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武将 也就是说这边 朱柔 杀不死 真机就有可能要被反杀 反杀的牌已经来了 南蛮入侵 我感觉先放南蛮比较好 先放南蛮 他这个吸了以后 你再顺 没准又把那个南蛮顺过来了 对不对 那更爽 因为南蛮的话 可以对这个场上 三个人造成伤害 就很很赚 比你顺他一张杀赚 当然了 这边杀也足够多了 看看 这个实际效果 真的是被反杀了 不知道他会拿的吗 当然他是想着 能把真机四马 直接杀死游戏结束了 确实就差一点 就杀死了 就游戏结束了 但是你没杀死 当然有一种最稳妥的打法 就是什么 就是把连弩扔掉 不要去杀真机四马 这是一种稳妥的打法 你就是把连弩扔掉 然后这样的话 真机四马 没有连弩的话 真机四马这种局面 想翻还是有点难的 但是没办法 经不住连弩的诱惑 就想我有连弩 我可以把他杀死 没办法 人有的时候是 难以抵挡住一些诱惑的 主卧被反杀 这是经典的反杀局 再看一局 这局主持者玩家 还是周瑜他妹夫 这边也是毫无疑问 99.9%的人会选大乔乡乡 看一下这局比赛 挂装备扔顺手锅吧 没什么好顺的 想顺就顺 想顺你就顺上架 当然我觉得 吴国就最好不要顺 因为你顺了 你比如你顺了上架 他一会儿要是掉血了 或者说被AOE放残了 他一会儿就要找你报仇了 因为他记着你顺过他的桃 或者顺过他基本盘 主要是你已经神装了 也就没必要再顺 另外还是吴国 比较嘲讽 对不对 好 这边前面 也都没干啥 就是做了点自己的事情 王希之表示 哥先开个万箭 哥不写书法了 真机出来了 这边没有 这边好像就没有什么魏国 都不卖 但是这个离开的就不知道了 他处于离开状态 你就无法判断了 这一只笔看一下 顺一下 决斗 这多大仇啊 要弄死他 多大的仇啊 王南蛮入侵 你就不应该跟他拼杀 你跟他拼杀干嘛 你留杀防南蛮 他既然敢跟你决斗 你就一张杀 你肯定拼不过他 你就让杀防南蛮多好 你看你死了吧 董卓死了 多可惜 不然你还能撸一发 也是惨啊 但这个172就是肯定不是群了 只能上鼠屋了 好继续补刀 继续补刀 你这个什么情况 你是鼠吗 而且这么想空城的样子 录个亮嘛 好 这边又一个群雄被杀了 也是惨啊 真的是惨 人间惨案 吃逃过 不管 先看看 这个王羲之处好可惜 又说个好牛 看看真机怎么打 那边三血不买 他还是去连了一波 主持角也是三血不买 也连了一波 那这不能忍了 反正你杀我了 我就直接流离了 坑下架 因为 因为是这样 真机已经发现了你的三血不卖的秘密 所以你就出来吧 要不然你不出来 他肯定还是一会总打你啊 这边继续搞 这是胃吧 你把手牌打光都要去拆香香 我觉得你如果是其他事例 你 你用得着这么绸香香吗 这个香香和真机两个人撕 你看着不是挺好吗 这边真的诸葛亮啊 200的很大概率是位啊 对不对 假如他是个别的群 你看他们撕不好吗 那么放出来 真机有没有曹丕啊 没有曹丕还好 曹操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曹丕 把你翻了 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九杀对面吧 九杀对面那个200的 真的是位 刚了个红桃 杀 杀他一刀再给勒住 勒他也可以 勒真机也可以都可以吧 当然这边又有方片 可以把真机再继续勒住 冰的话先看看 因为下架毕竟没有动 看看他的动向 杀 他又去杀 他也不是无国 你是想趁机占便宜呢 还是你真的是卫国 觉得琉璃给真机 真机也无所谓 好打无限了 那你就是个卫呗 没得说了 又是大卫国开始装逼时间啊 驱火 出来吧 好四位 四位以期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咱们又要反杀四位了 看看如何反杀他们 诸葛亮有没有奉厨啊 没有奉厨要跪啊 这边他怎么把勒给扔了 亲 他是不是觉得打不死诸葛亮 也勒不住 是这么想的吗 开个五股 你到底要干嘛 我在想 没必要吧 你有连弩啊 你就想杀死他 好吧 那看看你能不能杀死 你就杀不死 你就算找张杀也杀不死 其实他不应该这么打 他不应该开五五 也不应该扔乐 就留着那两个乐给乐住 首先你的干扰关心 他未必能关到两个红桃的 对不对 你只有两张杀 你肯定杀不死 诸葛亮有牌的 你随便吧 这样你被人家反搞 反正这还是劣势局嘛 咱们还能爆发 爆发一波 看看能不能直接把卫国团灭掉 卫国其实是现在蛮危险的 因为有两个人只有一血 全乐住 先把他乐出去 注意要把方片的武器乐出去 这样的话可以多一张乐 像火攻 然后一会儿还可以开万剑 先杀一刀吧 因为你现在开万剑的话 有可能寻意有桃 就给他补牌了 先杀一刀比较好 这样的话 然后再乐住 再放万剑 OK 这也没问题 都没什么问题 寻意虚了 看起来寻意是没有桃吧 虚了 不敢卖了 我觉得寻意有桃 应该会卖给夏侯渊 这个四张牌 这样诸葛亮也被收了 诸葛亮死于万剑 他是个大象 没办法 又一个AOE 这下魏国真的要被反杀了 连奴也来了 真的是反杀了 八卦阵拿下来 看我的厉害 已经全乐住了 那你就没得乐了 那你就顶掉就可以了 铁锁也来了 太好了 这两局还是非常精彩的 这种反杀局还是非常大快人心的 是不是 好梦中杀人 这个 这一堆牌 逆风局太需要暴将了 逆风局你往往捧着一些速将 或者说辅助 你就回天无力啊 望阳心探 但是暴将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香香真姬月银这些 都是可以创造奇迹的武将 看 接着看这局吧 这局主是叫玩家带地 叫奥斯古表哥 依据玩家感谢他录像 这边就是选将就可以有选择性了 肯定 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人会选马超张飞 有一部分人会选双诸葛 都可以选 都问题不大 我比较喜欢诸葛亮 可能是我 我可能会选诸葛亮 他最终选择了马超张飞 有大脚飞就不会缺乏精彩啊 这一支笔看一下 佳曲表示不允许你一个人看 我只允许全场看 你不会是大嘴吧 如此的丧心病狂 啤酒 以异代劳 需要夹许来给他们加快一下节奏 带起节奏来 我开了个南蛮 这个南蛮开的 怎么也不太像无 因为那边有夹许 你还开南蛮 好 再开个五谷 再开一个五谷 拿了张火纱 好吧 看看夹许到底要不要搞 要不要搞起来 你直接就乱了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真的是袁绍 你也不要直接乱 你先射一射 把场人都射差不多了 你再乱 然后这样你的队友就可以自杀 好 这边这个人你敢去杀贾许 你不是作死吗 你这时候杀什么贾许啊 你杀你上家不就完了 对不对 你至少躲过眼前的灾难 你非要去杀他 那贾许肯定干你啊 虽然你是凤处 但你何必呢 你何必要丧失自己的一条命呢 就为了杀他一刀 有何意义呢 咱们这边不动了 肯定 没有意义啊 你就亏了一条命 还得投币 还得继续投币 是不是 找第二条命 然后这边这个 孙权香香 boss出来了 这一只笔看一下 捡一马 我的马呀 又出连弩了 貂蝉要去了吗 但貂蝉上来乱舞 完全没必要 玩沙蝉这种武将 怎么能这么玩呢 玩沙蝉这个武将就要做到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必见血 你就出了半天手 连个 连个血都没见到 一个人都没死 好 这边继续拆 那这个人也不是无了呗 出来了 夏侯顿也是怂啊 都掉了这么多血了 也没出来 你这个天下人附我 好像没什么卵用了 哎 吃饱了 吃饱了不饿 好几个桃子 满剑再A出来 反正表示你对我一顿毒打 我也对你一顿毒打 也不慢 黄统是放弃治疗了呢 还是脱管降嘲讽呢 好 又回来了 借刀杀曹操 这是跳舞了呗 这明版是跳舞了 好 又一个吴国出来了 大师 大师 啊 悲剧啊 真的是一出悲剧啊 本本来想的好好的 要把这个boss给秒了 手牌全被撸了 简直是个寂寞 没办法 当时场上只有他的牌最多 这你就没办法了 忍着吧 忍着接着打 还得继续再战 这边徐黄是肯定也要参与进战斗了啊 你不然的话 就被吴国吊打了 吴国有的时候三个人打四个人就挺容易的 这边就不必要动了 当然你可以亮 但是张飞就没必要亮了 你可以亮个马超 你要是响亮的话 不亮也就不亮吧 终归是要打吴国的 刚才香香被勒了 所以没必要去顺他 而且你顺的话 别人还会以为你顺勒 他就要无限也不好 等下回合他扔完牌再顺 顺他的防御牌 我的妈呀 还有二张大桥 这简直寂寞了 二张大桥 鲁肃香香 孙权 这太难打了 不过好像这回合没什么好撸的了 他们牌比较多 拆拆距离 空空距离 二张给顾正 咱这回合二张只有一张方片 只落住徐晃 还好一点 旁统另个将是什么 好 竹龙出来摸牌 好 这果断要出来摸牌了 不摸牌没得打 开个桃源 打个国无限 OK 还不错 先看看摸什么牌吧 顺一下 顺了个桃 杀一刀吧 准 准 是准 当然二张有桃的概率是极大 过牌量在那摆 拆加一 制衡 他好 我也好 其实我感觉啊 拆加一 不如去拆手牌 拆徐晃的手牌 或者拆主视角的手牌 徐晃嘛 被勒过 肯定有虚报什么的 肯定牌好一点 加一其实不着急拆 因为吴国这时候 要把局面控制住 他就能赢 而且你现在也 没有说去 非要去打这个马超 对不对 这边撸又三张牌 那竹龙子被撸了呗 好像是各种被控制 各种被乐 各种被撸 就特别无奈啊 他把猴子给塞回去 上咱俩连组 好吧 他为了方片要乐 但万一天肚了 死了怎么办 你看天肚了吧 那边趁着这个虚弱 赶紧出来干一下 两张杀杀出去 看看能不能杀死 他反正没闪嘛 对不对 那就不铁技了 决斗 可以决斗干凝 干凝 基本上 干凝说应该是张闪 没有杀 决斗可以决斗干凝 看一下又爆起来了 爆发力太猛了 吴国 感觉完全要被吊打的样子 睡一觉 又满血满魔了 杀一刀 这钢链也没什么用啊 他还不是扔牌 或者吃个桃 都可以吧 又给乐住了 这个万剑 行吧 万剑也行 这干净刚才移代 刷牌 估计不知道又刷出什么好牌来了 但是我总感觉这个万剑好像还是不应该看 主要是 你说张飞这边掉血也没啥 无我都掉血其实挺不爽的 但是他为了打死这个夏侯敦 那边点位有个孤正的桃 还有连弩 投降 不要投降 坚持就有希望 这边全是桃 怪不得连弩都扔掉了 你托管干嘛呀 刚裂他呀 哎呀你 你这怎么就放弃 你刚 你刚裂 你看你托管 你要不托管 你刚裂他 他得扔好一张牌呢 他就不一定有这么多乐了 要不然他就得掉血 不要放弃啊 你不要放弃 这说不定就有什么机会 就有什么 你想想你刚才如果刚才几下 这边啊 我感觉啊 他应该撸这个谁的比较好 撸祝荣的比较好 因为曹操那边没啥好牌了 撸祝荣的比较好 这边看一下祝荣 天度了 天度就有可能有机会 天度就来顺手了 如果张飞摸两张杀 他想收了 那人不让你收 人肯定不让你收 对不对 因为你蜀国赢了 或者吴国赢了 和人卫国都没关系 人凭什么让你收 你想多了 这边真的来杀了 而且还有两杀 有决斗 这一下又要反完成反杀了 真的是又要完成反杀了 全军突击 咱是香香那边是没闪的 都是曹操的牌 所以刚才我觉得 你还是应该撸祝荣的牌比较好 也许就输在这一手 撸了 因为祝荣手里有防御牌 有闪的 对不对 好 接着打 看一看能不能恢复起来了 确实刚才应该把祝荣牌给过来 这边乐住 有没有兵 徐黄 徐黄有个兵 兵住祝荣 这把还能打 张义迪 没有 又添度了 但是 好像啥也没有 但是 说实话 这个添度还是很关键的 因为如果不添度 能够装备就短张了 兵粮寸断 顾国安邦 巨当如是 这徐黄不会玩吧 为啥 你咋不把马超兵住 你觉得他被乐了 就不想兵了 那也兵住他 那你把那张杀顾回去有什么用啊 你就让他顾张杀有什么用啊 这边又被反杀了 当然了 如果徐黄死了 他就算兵住张飞也没什么用了 人家二打一了 二张大桥上一个人就没什么卵用了 随便打一打 轻松驾驭快了就 二张大桥在人少的时候 白板了 没什么用 捡张杀也没什么用 你就算再怎么乐 你杀不死人 对不对 就算每天都给你一张方片闪 你都把人乐住 但是你杀不死人 没有什么用的 再来一刀结束了 不用磨叽了 不用开个什么远跤进攻 什么浪一浪 没有那种意义 这个 打败了大五国还是挺爽的 看这局 这玩家比较 他从不说话 四五区玩家感觉他录像 这边你要是愿意猥琐一点呢 你就选徐胜和吕蒙 归着 你要是愿意选鸡肉猛男 大干一发 就选这个两个鸡肉猛男 你看这两个人都有鸡肉 点威许胖 多么强壮的鸡肉 这两个猛男 这是这是卫国两位首席武将 这个三国演义里 应该是卫国武力最高的两个武将 这边直接顺侠家开干 跳了一个飞舞 然后杀出个李典以后 他就没有兵李典 这边去兵了这个李典下架 应该是个魏了 看看这个李典 这个李典特别搞笑 好他反杀回去 好邓爱出来了 告诉你是队友的 你们这局整局看这个李典和寻愿 我就觉得他特别搞笑 人家邓爱一个魏国 上来杀三血的有错吗 我没觉得有什么错 而且你还没卖血 而且人家杀完你以后 你出来了 人家也没兵你 人家兵了你下架 你有必要反杀回去吗 反正这局到底谁有错 就在这摆着呢 大家自己评论就好了 这李典寻愿 你好好玩吗 你有连弩 对吧 你有队友 你直接杀下架吗 你去杀队友干什么 那边还有人挑事 还人争一口气 争毛气啊 你看就吵也不吃 啥也不弄就不玩了 玻璃新玩家 我真的 你这197集 我想问你怎么玩上去的 国战里不允许打吗 国战里魏国难道连个忙 三血都不能忙吗 那国战还怎么玩 以后就是别人谁 忙你 打你一下 你就必须反杀回去 我建议你真的 你还别玩这游戏了 接着看 这边是什么 这边跳位了 你看见没有 你这么这么好好的局面 大魏国 你从这边杀过来 多好的局面 不要这么打 不管你了 当然有理智的玩家 对不对 你该好好打 好好打 他说人手剑 人魏国忙三血咋了 有问题 反正我没觉得有问题 这边玩杀箱也是出来了 你要说他是个五国 你要说他是个五国 瞎逼忙你三血的 你不开心 还能有情可原 咱们说还能理解 但你也没必要去反杀 更何况 人是个魏国了 对不对 那更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只是想 这边国家也出来了 我只是说想通过这个 当然这个开发念 对香香也不太友好 我当然只是说 就是通过这个 大家打牌的时候啊 不要这样 不要学习一些丑陋的社会风气啊 这边泰尔斯孙间 没事咱们接着看 有的时候 有些人死了 反而能赢 这个游戏就是这样 对不对 反正他死了 然后死了还要骂人家一句 骂吧 到底除是除非 反正路上在哪里摆着 大家自己评论就好了 然后这边一顿干 灯爱也死了 你看 好好的大位局 是不是 你正常打不是好好的大位局吗 能输吗 但是也并不代表不能打 毕竟咱们还潜伏着呢 还是有机会的 杀一刀 中 OK 这也出来开始搞吴国了 就吴国做大 那这边必须要把干宁弄死了 这回合不要藏了 因为 干宁香香 这动的回合太可怕了 这回正好收了有个决斗 把他弄死 不让他动了 弄死他 然后再去弄这个200的 甭管200是啥 反正跟咱们不一伙 就算他是喂他也野了 就弄他就最好 他要杀谁 他杀黄中 好吧 是我 我不杀黄中 我肯定杀那个200的 因为你杀200的那边 你杀完200的这边 郭家跟着上 把那200的弄出来 万一万一200的是个什么隐藏的武将的 对不对 黄中 你先让他呆着去 那你看黄中还有什么 有没有魏严之类的 那黄中肯定要报仇了 你这样的话 当然黄中也是寂寞 黑杀人王盾 又罗翼 那边有狮子 直接杀对面200的 好的 可以出来了 刚才你被兵不能甩 你看卢素吧 对不对 所以刚才还是应该杀他 你这鲁素就不好对付了 白哥孙笨 鲁素加孙笨 有点虚啊 好 一人三张牌 你愿意撸一撸吧 三换四 他撸给黄中了 你敢信 他撸给黄中了 好吧 你撸给黄中 你撸给黄中 你没必要撸 其实 你想想啊 就算郭家死了 黄中拿那些牌也要揍你的 你还不如留着自己防御呢 对不对 郭家是死了 郭家死了 难道黄中又不揍你了吗 不是一样要揍你吗 好 麒麟宫 二哥 二哥没有杀 鲁素去杀 泰尔茨射马 有连弩了 这肯定是有连弩了呗 猎公之下 骗甲不存 这猎公真是bug啊 泰尔茨射应该是有闪吧 对吧 就闪不了 这边带走鲁素了 不能让那鲁素再动了 就单挑吧 单挑主命了 爱谁赢谁赢 对不对 反正现在这种状态 情况下大家量血很公平 我觉得现在单挑很公平 就看运气嘛 而且你还卡有皮加一马 完全可以单挑 一点不虚的 这就赢了 当然你重鲁 其实就没必要重鲁 他手也没有酒 你直接一强袭就死了 不需要武器 没有良血 在队友上来 这个撕逼放弃的情况下 这个完成了反杀 也是比较富有戏剧性啊 先看这局吧 主持人玩家ID叫分达2046 二游戏玩家赶紧他录像 这个应该选担毫无悬念了 肯定黄诺为言了 难道有人会选刘备刘善吗 我不知道 看一下这局比赛 起手仍顺手 你觉得对我谁也不顺 讲嘲讽 不去乱顺 因为 为什么你不去乱顺 因为 你手里的防御牌足够了 你这手防御牌很完美了 你顺啥 你想顺装备 人家手牌都在装备里 不是 什么手 装备都在手牌里 你就一定能顺到吗 对不对 你又不一定能顺到 所以没必要顺 除非是那种情况 你手牌特别差 没有防御牌 那你就只能赌去顺别人 看能不能顺到防御牌了 好 这边置一置笔 这个看一下 好像不激动 你看完了 你怎么不激动呢 一般看完了 不是都是特别激动吗 你不激动 人家也不激动 不是很正常 好 这边仍然满 这样 就是我跟大家讲 路人局 一般不放南班的人 有两种情况 以我的经验分析 有70%的概率 可能是无果 就是说他无果 他不放AOE 对吧 还有一部分人 一部分路人 他这种思想 就是他为我不放南班 他们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打路人 经常能听见路人这么说 他怕把为我打出来 然后让卫国被群殴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种一般情况下 可能是卫和无 就少部分卫 大部分无 当然了 你偶尔出点群属 也不是不可能 你这边 由于有黄中 卫炎 就留个酒火纱 一会儿肯定可以爽一下 偶尔有点不开眼的群属 也是有可能的 别人弯剑 嗯 掉血 这边这个挂闪电是什么情况 就仗着你有狮子吗 还是你张角啊 这就不知道了 无从而知 好 知己知彼 看一下 他看167了 199看过166 他也没兵 当然了 这种你不能说他俩就一定一伙的 人家没准就不想招惹 有些武将是招惹不得的 或者说 也没必要招惹 好像没有判定 怎么回事 借刀不给 斧头表示很好 就是不给你 杀一刀 这都也没什么问题 反正借原位的刀嘛 看谁倒霉了 被闪电劈了 继续扔闪过 其实胃炎倒不太需要留太多闪 可以吸血吗 看谁中标啊 有人中标了 苦命的孩子 中标以后肯定是不敢乱忙了 这边他不赶紧把斧头拆了 他肯定不敢乱忙 看有没有人打死 这边也不放南蛮 我觉得这人肯定不是胃 他要是胃 他肯定放南蛮把这个按钥打死 这边有人去 把这个不卖血的给弄死了 你不怕吃菜吗 这边是个胃 苦啊 苦啊 被闪电劈了 怎么刚闪电啊 刚老天爷吗 这个人应该不是无 我觉得 这边拆拆武器 拆手武器啊 哎 你也不能翻翻放逐老天爷 你也不能刚烈老天爷 这是惨啊 他这货要干嘛呀 这是铁锁人家 你真的是张角吗 挂闪电的是你 铁锁的也是你 行 你铁锁吧 没事 咱这正好有个酒火 等着你们 一会再摸个铁锁 把你们全捆起来 看你们在嚣张 那边拆了个武器 他把它乐住 这边双雄表示被连被拆 很不开心 果断决斗过去 还不卖血 那万一是张角咋办 万一是张角 谁买谁来买单 黄中看见这个铁锁 腾甲 酒火杀 爽了不行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杀不到腾甲 胀巴生毛距离不够 二百类要出来了 是个真鸡 你个真鸡 你一个破真鸡里脸 到处铁锁拉嘲讽 然后被人打了 还不敢出来 随便你了 沐放南蛮打无懈 好 这张火杀是这不舍得出 真的不舍得服 又有个魏国出来了 藏的好深 这边不是魏 那不是魏的话 七手中南蛮 基本上就是魏了 好像有技能香香嘛 我不出来了 脱管了 那人就不管 人就照你三血不卖的砍 就砍死你 怒砍而死 然后他吐了一具星星 他真的是无国 继续往这边杀 那弹还得闪 不能让他杀 这火杀不出 看看能不能活下来吧 活下来就有反杀的机会 好 这边铁锁真的来了 铁锁是拜礼脸所赐 小细沉舟 风可陆立 好 咱们还把武器 这边不对啊 顺序不对 先开一带牢 为啥 因为外面有无限的 你开出一带牢 你有可能开出无限吗 对不对 而且你还可能开出 其他紧张骗无限 所以先开一带牢 这边九火炸中 爽歪歪啊 真的是酸爽啊 太酸爽了 瞬间满血满魔 然后还全带走 死一片 酸爽的不行 国家好多桃子 那边199还托管暗室 让他给补牌 打信号 打毛线信号 人家才不给你补呢 人家知道你是什么 而且你刚才跳的 也不太相位 这边他就 他觉得真机 可能还有逃久 但是没救起来 决斗 他要带走双雄 好吧 带走双雄 乐住国家 大概是这么节奏 没有其他输出牌了 只要没有连弩的 他这边再连上吧 把那两个案子再连上 把国家乐住 反正你俩出来呗 你俩是啥是啥出来 哎 出了两个队友不错 直接把199干死 然后国家只要出不来 就OK了 还有黄月英呢 那这就简单了 你要是求稳可以回血 因为现在优势局了 没必要去赌 对吧 烈势局的话 你摸牌求报 这边竟然是个位 是位他之前没有打死 没开AOE 打潮屁 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怕吃菜 因为暗将有可能有菜 这也可以理解 张合 拆一下 并没有无限 拆完了去驱虎 寂寞 你说是寂寞 简直寂寞 你有杀 先杀一刀 再驱虎也可以 你哪怕你真想驱虎 当然也无所谓了 其实 第一他没逃 第二 那边 黄中就剩一张牌 驱不过就驱不过 没办法 反正你驱不过 黄月英再动 打不过了 就刚才那回合 我说黄月英回血 是说 就现在有优势局 优势局求稳 就你回血 如果是劣势局 你面对的好几个敌人 那就求报 就摸牌求报 对吧 再看最后一局吧 这个主持续玩家 叫扣斯特菲尔 这边选张老雕蝉 二流区的玩家 感觉他录像 这手牌好烂 换了一下 不错 比刚才那个手牌 强太多了 不灭光 连天风火 念你一世温柔 有时候你发现 路人 你把他们ID连起来读 还挺有意思 这边开南蛮 这里注意啊 就是你按的时候 开南蛮 那时候 不要先挂加一马 八卦这种东西 为什么呢 防死马 你挂了 比如说出了个死马 就把你马拿了 你就亏了 但你放手牌里 他就不一定能够拿走 这是个小tips 反正注意一下吧 当然并不是说 能起到多关键作用 但是保一下 你自己装备嘛 或者就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你不要上来 把装备一顿挂 再开 那样的话 万一出来下后蹲 一刚你 你没得扔了 你还得掉血 或者说扔其他的基本牌 也不好 对不对 好 这边AOE开了一片 然后这边黄月英出来了 好 这边这两个是三血不卖的 孟霍也出来 蜀国开团吧 打蜀国要开团了 总之就是骑手 你按着开AOE的时候 你就不要先挂装备 这肯定是没什么坏处的 江一马还是被顺了 江一马顺了 拆刀 这都没问题 正常的打法 好 过 笨笨爱灵珠 笨笨爱许珠 一阵稿 然后呢 杀 到底想干嘛 直接杀这跳鼠了 张飞 那直接盲下架肯定跳鼠了 杀了两刀 人得一发 又杀到个蜀国 蜀国又要开团了 但是主要是蜀国开团 有月英倒还好 有月英留被 有刘善 有诸葛亮 有这几个还好 但诸葛亮和月英的体位 比较关键 真的有刘善 你敢信 然后猎功之下 就能有弯乱 你没牌了 你气不动 统统联起来吧 统统联起来吧 然后一顿稿 出野人了 刘善野了 这边还不如让孟霍野了 刘善 刘贝 孤葛月英 他们可以形成一波联动 这边被冰了 他没有给打无限 打不打都可以吧 可能他觉得刘善出来 也没啥用 就无非也放权一下 这边孤儿刮母 那顺就顺吧 顺就没必要无限他 这是个boss 其实香香是没必要去顺的 制衡了就可以了 现在都是 就是都 就是你暂时 最起码现在都是一伙人 你去顺了就副手艺 你等于让这边人 少一张牌 那万一下家人家也是个报将 比如说就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万一是蔡尔茨 他就需要张杀 你把杀顺走了 他没杀了 是不是 你现在都是盟军 你没要去顺 你就制衡了就可以 带铁索连上 这边杀一刀 以我之真气和听地的造化 月英竟然没逃 你敢信 月英竟然没有孟霍夫 太弱了 邀气灵你不出来吗 赶紧出来干活了 不干活很可能没下回合了 好出来全兵重 这肯定要干活啊 那毕竟大数 好这边没有无蟹 那他们就出不来了 没办法 你看香香把人无蟹顺了 然后制衡掉 万一人那边有无蟹月英出来 咋办 对不对 你要为大局着想 要有大局观 等一会联盟破解的时候 你想再去搞再搞 开万箭 好吧 月英 这边有有这个群无蟹 我无所谓了 又去寂寞的杀了一下 当然他也杀不到其他人 小胖子好惨啊 被人一顿群殴 这边可以救一下 当然他有酒 还是要救一下了 这边一定要救一下 看看小胖 没有想到放权吃桃 这个后来就是这个香香吐槽 小胖没有放权 但是我站在公平的角度来说 小胖这回合没必要放权 为啥 人家摸了小胖摸了桃 人家肯定要自己吃啊 人家如果不吃桃放权给你 裸奔状态 你一个孙权香香一爆发 就把人带走了 人家赢不了了 跟人有啥关系 你赢了 跟人主国赢 有什么关系 人家 就是说 人家最起码得 就在帮助你盟军的条件下 最起码得自己 有机会赢吧 哪怕有一点机会 人逃不吃 直接全裸奔 一学裸奔 你看你这还去顺 你顺他干什么 这香香这种人啊 这种人 你不是你顺 你小胖干什么 人小胖留一张牌 能留啥 你顺过来 哎呦 当然咱们这也卖了个萌啊 你就离间顺序反了 卖萌了 你看 香香怪人 也不放权 人为啥放权啊 你都去顺人家了 人放权给你 你找个AOE 把人打死 人又赢不了了 对不对 人家最起码基本原则是 人家血要想办法赢 那这边蜀国 他们怎么大面积空城了 突然间 然后许晃就把月银收掉了 蜀国崩的是真快了 决斗孟霍干什么 问有庞统 你还不决斗张飞呢 不管了 他还骂人家 人家为什么要放权给你 我真的特别奇怪 刘善凭什么放权给你 就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吴国营和蜀国营 跟对于刘善来说 是不是一样呢 对不对 人家要想自己 好这边先杀你 你这个boss就杀你 就不放 就不放你 你刚才去顺瞎顺 就不放你 踩踩踩斧头 继续离剑 就不要离剑错了 好他只横 装个横甲 他又跑去睡这个 诸葛亮了 没得睡了 他为什么要睡诸葛亮 为什么不睡庞统呢 睡诸葛亮干嘛 这边 这边徐皇觉得张角有闪 然而张角并没有闪 被暴露了 赶紧赶 要不然张飞该吐吐过来了 这是挺逗的 这局 所以说 为什么群雄要把男将放前面 就是有可能有临时队友香香 一会他 比如说他梅子睡了 你掉血 他梅子在睡你 好这边掏出个扇子 你穿藤甲 人家有扇子 这不烧你烧谁 就中 再起 以夷带牢 OK 看这个驾驶 他们要把香香香和谐掉 和谐掉 有和谐掉 无所谓 也不是不能打 这个万剑 行吧 开就开了吧 为啥不冰香香呢 你冰香香 这个张角肯定给香香改 你冰流扇 他肯定改 他肯定拉拢流扇 对不对 这时候拉拢流扇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个香香肯定不拉拢他 一个小型boss 你自己自生自灭去吧 然后这个香香离线了 好 离线了太好了 又回来了 接着打鼠锅吧 挂一发闪电 顿他没装 他这个意思 其实很明显了 就是你来杀我吧 我来批他们 但是徐晃 其实 其实 其实还是要挂盾的 因为那边都裸奔了 这徐晃有杀 他肯定自己收人头 他不会杀你 送人头给你的 其实盾 我感觉还是应该装的 毕竟是独苗 不是说 假如说你旁边徐晃香香 是你的队友 那你不装 这都是 这些人都是临时队友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翻脸了 这边诸葛亮觉得香香了一下 的决斗占个占个便宜 好 他还不让诸葛亮死 徐晃也是会玩的 就想让香香死 好像大家都想让香香死 我算看出来了 好 我算看出来了 全场都希望你这个boss死 那你就去死吧 还不可以死 他还指挥张脚 批张辽 哪有张辽 他要批徐晃 人家为什么要批徐晃 人批徐晃干什么 现在这个局该怎么打 现在就这样 首先 你知道单挑定位 你这个张脚貂蝉单挑 单挑任何人都不徐 这里面单挑最强的是徐晃曹人 但是张脚貂蝉单挑徐晃曹人 肯定是张脚貂蝉 有你如果玩过天梯 你也知道 这个貂蝉单挑肯定不怕徐晃 就单貂蝉都不太怕徐晃的 更何况还有张脚 然后其次呢 这徐晃是第二 如果说你先把徐晃和解掉 那边那两个弱的肯定先来搞你 你最好的就是想办法 一下把那两个弱的弄死 然后让这两个弱的看见徐晃也在 让他这个吧 让他让他让他俩就是一起来打 有可能他不敢打你张脚 他就去打徐晃 然后你呢配合徐晃 趁机把那边偷掉 让人偷掉 他让人批徐晃 人为什么要批徐晃呢 人批了徐晃有什么好处啊 批了徐晃一打二 香香在搞笑呢 这香香在指挥人家 你都死了 你管人家怎么打 你看他又来个什么冰死你们 一会儿说什么弄死张脚 一会儿又来个西晃冰死你们 你在搞笑的吗 不过这边得把旁总的另一条命先搞出来 杀张辽 别哭泣 哪里有张辽 哥 这眼神还不好 别客气 看估计在这说的吗 没人理他 没人理他走了 善不搭了走了 根本没人搭理他 而且关键跟你没关系 你又没队友 你有队友指挥指挥 这都能理解 就没队友了 你就走了就得了呗 谁赢跟你有啥关系啊 这边连一下 好 旁途涅槃 好吧涅槃吧 挺好的 那么打不到 打不到许晃了 这边咱们自己能改就不无险了 咱们开出去 这边反正 我觉得不能召集进三任局 召集进三任局不是什么好事 得想办法直接进两任局 你顺 你想顺人马肯定不让你顺 你去想顺马 冰柱 这边虚报了一张远交进攻啊 虚报远交进攻就是准备 看有没有机会进单挑 也不着急开 这种局只要进单挑和谁进单挑都无所谓的 好 这边他来杀 然后他没批 他表示真想批你 意思就是虚荒 你别杀我了 就就对你这样拉嘲讽不好 就是你虚荒 你愿意杀 你就直接杀对面 你杀张角干什么 张角万一没闪的 被你暴露了 然后人都来打张角吗 然后张角有闪批对面 然后也是拉嘲讽 就不能干这种事 不批 就是不批 就告诉你 你就别来杀我 对不对 放个万键 看有没有无限 没有无限 这下连住 就是看看虚荒还杀不杀 虚荒再杀 这回就批了 因为直接把猎人批死了 就进单挑了 我估计虚荒还觉得能单挑过张角调查 他又来杀来了 好吧 那你杀这回就批了 那直接都批死了 我就肯定批了 对不对 你愿意进单挑 我肯定进单挑 许晃高估自己的单挑能力了 亲 这边是张角貂蝉 我这么说吧 就没张角 单貂蝉 单挑许晃 都是优势对局 更何况有张角 我只能说你 错误的预估了单挑能力 你随便打吧 你是肯定打不过的 你敦坑 你想你敦坑一回合 你就你这两回合五排 人家貂蝉两回合六排 然后你还不能出牌一回合 你说谁赚 你兵 是这样 为什么说许晃单挑貂蝉没优势 你想啊 许晃摸两张牌 冰住貂蝉 他得消耗一张牌吧 人家就算你牌牌能冰住 人家貂蝉还有个闭月 都和你的牌是吃平的 对不对 更何况你这个兵 不可能排排兵中 他他 都哪怕兵三次 天度一次 你就一下子排差 就就拉回来了 就不 就不天度 人家都是不亏牌的 对吗 你可以细想 你打过天梯 你也你肯定也知道 剩下单挑的话 就是时间问题了 他不可能能打得过 而且许晃 许晃单挑一般 都是单挑那些素将 就冰着慢慢养人 能把人养死 就是通过养人来输出 那许晃打貂蝉 他又冰又要输出 就非常困难了 基本上做不到的 你看你 你蹲 你蹲坑就没意义的 你蹲坑的手牌 五张牌 是吗 这边更何况还有张脚 那更随便打 没张脚 就稍微费点劲 还九杀 你想多了吧 时间问题而已 你看他 他要是兵他 不能输出了 他据得他能单挑 过张脚尿蝉 突然 突然间他发现 根本不是对手 然后举白旗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